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见人生》系列第15期的节目 那么今天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很紧张说 会不会解封啊 会不会解开这个跨州啊 其实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华人的媒体想的太多了 结果呢 今天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在拖延14天 什么都不动 就是采用最保守的方法 也就是后门政府呢 一贯来采用的这个方式 所以呢 随着今天没有这个刺激性的消息呢 那么这个4月份呢 就不会有很大的惊喜 这个4月份呢 绝对是这个平平淡淡的度过 但是也看到很多网民的留言呢 就是好像已经到了临界点 就是已经关了太久太久了 从去年的3月18号呢 接下来会关到4月14号 大家呢 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个一年 不知不觉被关了一年 很多人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心情的临界点 真的不知道要去怎么发泄这个东西呢 老规矩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今天的这个新闻 那么原本是被 进入这个CMCO状态的州属呢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包括这个雪州 包括柔佛州 包括吉兰丹州 包括这个 吉隆坡联邦区 也包括这个槟城 还有这个沙拉越 那么沙拉越呢 则是到这个4月12号 从30号到12号 那么这个 那西马的这五周呢 就是1号到14号 就是又多了14天的这个缓冲期 那么其他的这个州属呢 则维持在这个RMCO的状态 那么大家就很奇怪 怎么又会看见是他 那么巫统大会不是在那边 讲到那个姓氏 那个雷霆万军之士 那个来势汹汹那说 不干的 你们不做后门政府了 怎么今天来播报的又是你 结果今天又让这个大马人 大势所望的又是你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长 Ismael Sakri 他不是说要辞职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辞职呢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 这个奇怪 可能一些观众朋友呢 因为没有看到我们前几期的节目 可能会 可能听到一些东西呢 会比较有所误解 因为我们早前 我们在第13期的时候 就是巫统大会的当天的这个凌晨的时候 我所讲的这个大马很可能会分为三个阵营 就是下一届大损的时候 然后我也讲了这个土团跟巫统所发生的情况 结果第二天呢 这个巫统主席的演讲呢 他基本上就跟我在12个小时前所讲的东西呢 内容差不多是一样的 然后24小时后我们也在新宗媒体看见 新宗媒体的写的社论呢 也跟我的第13期的节目呢 里面所做的分析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先见人生系列呢 我们讲的是这个未来是Future 10 当然不是普通的那种报告新闻 报告新闻呢 是Past 10 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跟大家报告 那么先见人生系列 做的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测 那么我们希望预测到八九不离十 那么这会对大家呢 接下来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为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后门政府呢 巫统跟土团呢 我们真的要给他好好的把脉一下 究竟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后门政府 到底是谁 后门政府要记得 他是由这个土团 巫统跟那个伊斯兰党 三党结合的 就是伊斯兰党就是这个哈迪阿万 很多华人还不知道回教党已经改名叫伊斯兰党了 所以当天巫统大会呢 我们的那个纳吉呢 他就放了这一张照片 从这张照片中你们可以看见 他严厉的警告这个 伊斯兰党的主席哈迪阿万呢 应该要跟这个巫统合作 那么巫统和土团呢 两个呢 他们是完完全全相似的一个政党 他们如果能够在大选中上政的话呢 那么巫统能打的席位呢 也就是巫统能打的席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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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相信 那么好像来到我们的吉东坡的甲洞 甲洞或者是我们吉东坡的那个 或者是陈伯伟的那个损区 你叫土团党进来 那个甲洞 那个甲洞 那个陈伯伟打一打看 土团不只是按柜金被没收 还会创造马来西亚 利益上的那个 收到最惨的那个记录 怎么打 所以土团呢 即使找了那个民政党来打呢 他还是 他还是 总之他就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 这两个土团党跟这个 巫统呢 他们 其实他们 合作的话呢 就使到两个变小 那分开的话呢 两个只能活一个 所以 这一点呢 就是很多他们 一些人还没有看出 但是这个巫统的这个领导层 巫统的主席呢 他们已经看得出了 这个两个呢 只能活一个 因为两个党的重叠性呢 它太过强了 这个马来西亚也不能够有这样的 两个 马来人的一模一样的党存在 两个都在的话 就会变到更小 那么就白白把这个人头呢 送给了那个 西蒙的那个安华的那个 公正党 就会导致那个公正党 俞翁得利 那公正党和他的朋友呢 他就会 就会 获得那个大胜 所以 关键就是 当天悟统呢 喊得这么大声 为什么现在他的部长还没有辞职 那么就可能呢 我们所预测的其中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会发生 因为土团如果 如果他要 扳回一局的话呢 真的他的手中的一个方法 就是 把这个现有的这些 物童的部长呢 给他进行这个青蛙政策 给他跳槽到这个土团党 虽然 虽然这么做呢 太过明显 那么这也是 物童 那个土团党呢 唯一的出路 因为呢 现在几个物童的部长 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 Ismael Sabri 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不决 他还不舍得走的其中一个人 那么 物童党内的声音现在很大声 现在 除了这个 党主席 当天 当天讲 应该要辞职的 Nazic又讲要辞职 还有好多个声音 还有这个孤里 那个 都讲要他们辞职 但是他们到现在 还不肯辞职 那么真的是有一点 正念这个光位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又把这个 这个时间呢 拖了14天 然后也要 也要全国的人民 陪他们多等14天 给他们14天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已经被关了 这个一年 一个月了 现在还要再关多14天 大马的经济 大马的商 大马的生意什么 都已经给他们拖到这么久了 拖到很垮了 那么看看我们的这个亚航啊 这个昨天的 那个新闻公布出来 他已经去年亏损了50多亿的马币 那么后门政府也没有救他 马来亚航是一间很好的公司 现在亚航变成一个韭菜的公司 现在很多很多大马人呢 都有这个机票的钱呢 真的被亚航割的警察 都没有办法退回 想要退回亚航的钱呢 就有人讲说 想跟这个吉林人拿回钱 好像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这个后门政府的 一直拖延下去呢 最后受害的就是大马的人民 所以只要 只要这个亚航还在欠你钱的人呢 你听到今天我讲的这句话 你应该就很明白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了吧 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 跨州禁令呢 是这个丁丁手中的最后一张玩牌 那么这张玩牌他要怎么打呢 会对他的那个正存 他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呢 有决定性的那个关键因素 所以这一次呢 他没有想好应该怎么打 所以他就拖延14天 因为呢 这个是否能够允许人家跨州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因素 所以现在他暂时又拖延14天 他又把责任呢 推到这个悟统的部长 所以又让悟统的部长去给人骂 然后悟统的部长就讲说是三个 三个还没有讲可以解封 所以暂时还不能够解封 所以他们还在那边打太极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我们也在等到底后门政府什么时候要倒台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虽然 进行全国大选了 是有风险的 在美国大选之后呢 疫情大爆发 那那那也没办法 但是好歹他们换了一个总统 那个政局稳定了 但是马来西亚人呢 可能大家都必须冒着一个险 把这个后门政府呢 把它铲除掉 透过我们人民能够铲除后门政府的唯一方法 就是靠这个从国大选 那么大家只能勇敢的走出来 把这一票投出来 让这个后门政府的时代呢 彻彻底底的结束 要不然呢 我们上次讲过的大马人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后门政府一直跟你拖 等下14号的时候 他再跟你拖 14天 他们再接约了 然后再接约 当然是拖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哎呀没有 我们过年先 过年先 他们就开再接 再拖下去 所以呢 大家的生意都不会有什么奇特 都不会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盼望的 那么这个是本期节目 所能给大家的预测 但是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呢 我们下次再给大家update 我们本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